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政会议成员兼金管局前总裁任志刚批评政府守财劳的政策过时 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有预算赤字 特首林郑月娥回应说 任志刚的说法和他在政刚提出的理财新哲学都是异曲同共 10个小时 这一集发现一成三的小学生每日平均上网3个小时而上 安倍晋三改组内阁 前爱上河野杨平的儿子河野太郎出任外信 回来新闻时间 卫生署调查发现有一成三小学生 每日平均上网3个小时以上 比2014年大幅增加 而小朋友普遍一岁就开始用智能电话 电子产品、游戏种类越来越多 不少小朋友都成为低头族 10个小时来讲 朋友玩就跟着玩 他太多功夫 而且又要温书 变相没时间去娱乐 一种减压的 我们大人也是的 卫生署上个月访问超过1300个12岁以下的小朋友 和他们的家长 发现每日平均上网3个小时以上的小学生 由3年前的2.6%大幅增至13.1% 超过一半的小学生都表示 曾经因为这样和父母吵架 三成多人减少睡眠 或者认为有影响学业 情况都比3年前严重 卫生署说家长要注意子女上网的习惯 看这些屏幕的时候 它会发光 省眼省少了 眼睛就会容易干 看起来容易累 很多时候我们上网 或者用这些电子游戏 这是一个静态的活动 有一些研究就是说 它可能看冷下降 甚至它坐在那里 很久它可能会吃很多东西等等 也会容易引起肥胖 固定的姿势 长时间是这样 其实对骨骼或筋肩 那些健康是会造成影响的 卫生署建议市民 使用电子屏幕产品的时候 要和双眼保持适当的距离 电话的话要有30厘米的距离 大概是半只手臂那么远 至于平板电脑和电脑 就要有40和50厘米的距离 调查又发现 小朋友普遍一岁开始接触智能电话 岁半开始使用平板电脑 因为情况不理想 家长应该避免给两岁以下的小朋友 使用电子屏幕产品 6至12岁的小朋友 每日也应该用少过两个小时 无线电视记者赵家运报道 卫生署也说 儿童使用电子屏幕产品上瘾 可能影响心理健康 邮机局也说 近年收到打机成人的求助增加 手机、平板电脑越来越普及 不少学生也都需要用电脑来学习 和做功课 但是接触得多又可能会上瘾 卫生署关注儿童 使用电子屏幕产品成人的问题 除了影响心理健康 亦都会影响社交 世卫现在很关注的就是 电子游戏 无论是上网的打机 电子游戏所引起的一些行为障碍 他们这个就是 会和其他一些成人的情况 或者是行为成人的情况 是相类似的 这个包括些什么呢 就是说你经常都很大的欲望 或者经常都想着想去做那样东西 有机构说 过去两年收到大概150宗打机成人的求助 涉及最年轻的人只有九岁 而单在上个月暑假开始的时候 已经收到十宗 比头半年每个月平均大概五宗多一倍 没有功课的压力 他们打机的时数都会增加了 打机的情况影响了他的治理能力 比如他的饮食 我们看到很多家长都和我们有投诉 就是说他一碗饭拿到他小朋友的面前 放在这里 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都不吃 他说如果有打机成人的情况 一般要进行一年至一年半的心理辅导治疗 机构建议家长不要容易打机 或者是买游戏产品作为小朋友的奖励 又说如果发现子女有打机成人的问题 应该尽早寻求协助 有研究机构抽查市面Android手机的股票交易应用程式 大部分在安全测试不合格 容易受到黑客攻击 智能手机功能多 不少人也会透过手机程式买卖股票 香港无线科技商会 旗下的移动安全研究所 在4月到7月抽查市面上140个Android手机股票交易应用程式 发现超过八成半的程式 在攻击风险以及储存密码风险等 五项測示中不合格 容易受黑客攻击 很多用户的安全意识也不足 第一就是要那个awareness 其实安全意识现在可能真的不清楚 所以其实应该多增加一些春宁 或者令到小公民对安全意识更加增加多些 某大银行出的apps就会安全 其实honest说大部分的星斗市民 真的有一些名牌品牌的东西 可以做得政治相标 即是政治 这个apps其实是certified了 有做某些政治的方法 证明我安心消费 研究亦针对电子证书 以及加密锁匙作出分析 发现73个应用程式里面 有13个电子证书都不是独立的 黑客可以轻易复制使用者的个人锁匙 从而盗取个人资料 商户提醒用户使用这些交易程式的时候 避免用无线网络 并定期更新手机系统和防毒软件 防止个人资料被盗 专家亦建议用家采用双重认证 选择一些有短信或者有电话通知 有股票交易的应用程式 以加强安全 胡思电视记者 韩文军报道 在有写阵 回来中国新闻会报道 内地流行电子支付 有个别商户更加开始不接受现金 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下水近四个月 各项设备的安装进度良好 J2 回来新闻时间 内地很流行用手机付钱 个别商户开始不接受现金 央行就说商家拒收人民币现金属于违法行为 内地手机支付怎样普及发呢 在发展最快的杭州 九成半的商户都接受手机支付交易 其他城市亦都发展得很快 不少人甚至已经习惯不戴现金出门口 开始有个别的商户不接受实体的银子 但是央行就说这样做是违法的 在内地不少城市出街不用带银包 有手机在身买东西吃饭都畅通无阻 习惯了用支付宝微信 不想用现金 又要找来找去很不方便 本来都习惯了的了 现在 移动支付越来越普遍 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 今年头三个月 透过手机程式付钱的交易额达到60万一人民币 比去年同期上升超过六成半 武汉、天津和杭州等的城市 更加与电子支付平台合作 推广无现金城市 在医疗系统、公共交通等引入电子支付 其中福建福州计划在今年内 实现九成实体店铺无现金 珠海和广州等地多间餐厅 甚至开始不收现金 不过也都不是人人都支持无现金城市 我们几十岁怎么会使用那些有什么微信 有什么支付宝那些 我们老人觉得稳阵一点 现在很多东西 又说那些拆拆那些什么二维码 很多又有什么 我们不敢用 怎么不敢用呢 不懂用 一下搞错了就损失了 也都有商户倾向收现金 按自己的营运统计的话 最好就是现金 因为方便结算 而且我们手机提现出来要靠手续费 所以始终都是我觉得本人 喜欢现金的方式多一点 上海证券部引述接近央行人士说 商家拒收人民币现金属于违法行为 国家人民币管理条例规定 法定货币是人民币 以人民币支付境内所有公共和私人的债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拒收 对于有人反驳说电子支付的货币都是人民币 拒收现金不等于拒收人民币 报道说 法定货币人民币指的就是银包里面的紫币 拒收紫币就属于违法 母纤DC记者黄建盈报道 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下水近四个月 研制总指挥接受中央市访问 说航母建造比起预期快 现在正在测试动力系统 央市亦第一次公开国产航母在栏上的细节 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四月 在辽宁大连造船厂下水 央市播出下水之前 近距离拍摄航母的片段 包括停泊航载机的机库 作为航母作战指挥中心的航母 上面的支角会安装雷达和其他探测设备 相比辽宁航 国产航母航岛长度缩短 甲板腾出更多空间停放航载机 飞行甲板就沿用辽宁航的滑约式设计 航母研制总指挥说 航母目前仍然在船厂内安装设备 只是展开动力系统测试 下水以后 它的一些进展十分的顺利 我们发动机 第一台发动机动车 三号主机动车 很快就会七轮机动车 进入到四波事件阶段 也就是说它的发动机 就是整个电力供应能够自主 我相信下个月 我们能够提前进入到这个阶段 下一步的是拍试验阶段 是要验证南上机电设备 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为海市做准备 在交付之前 到海上去做各种系统的实验 包括建机式配信 包括我们的武器系统 这些在海上的航行的实验 他又说目前已经建立起 一支航母研发队伍 未来无论是哪一类型的航母 中国都有自主设计和建造的能力 内地研发航空母舰 近年随得不少进展 引起一阵航母热 有商家趁机推出所谓的 航母浴洗的收藏品 声称获得国家和联合国的认证 不过就被揭发是骗局 内地近年出现不少这类的航母浴洗广告 广告声称浴洗由官方认证 一套售价近一万人万币 仍然吸引不少人购买 一辑新的航母浴洗广告 近日又在湖北卫视和河北卫视等 省级电视台播出 广告声称浴洗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的 民间浴器大师打造 又得到国家公美等官方机构认证 不过内地传媒揭发 广告是一个骗局 国家公美协会澄清 相关广告和协会无关 报道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也都没有认证过所谓的浴器大师 2012年辽宁艦服役的时候 广电总局就曾经发通知 禁播航母浴洗和航母模型等的三制产品广告 无线电视机者黄健人报道 美军区逐栏一个士兵 在南海维尔多海失踪 美国和日本都展开搜救 内地环球时报的社评就说 美军搜救的时候 不应该伤害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权益 1937年7月7日 日军在北京的奴溝桥 以搜寻失踪士兵被拒为藉口 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环球时报社评说 内地网上有舆论 将美军在南海失踪 和盧溝桥事变相提并论 但社评认为 南海没有紧张到临战的状态 美日也没有对中国开战的决心 提醒美军搜寻失踪士兵的时候 不应该伤害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权益 借行动危害中国安全 内地多国部门共同发布共享单车新规定 原本寂静无名的河北科学家韩春雨 去年研究基因改造技术的论文 获国际期刊刊登之后 不单止成为了学界明星 更获得政府巨额撥款之助 不过事后多国的科学家都没有办法重复这个实验结果 更加质疑韩春雨涉嫌造假 经过一年的调查 期刊决定撤回那篇论文 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韩春雨 去年五月在国际期刊 《自然生物技术》雜誌发表论文 提出一种新的基因编辑技术 可以用来医维传病 论文发表之后引来学界极大关注 韩春雨的研究结果打破美国同类技术的垄断 河北省发改委更加发放2亿2千多万人民币 让他继续做研究 韩春雨也被外界称为诺贝尔级科学家 学界之后陆续验证 不过中国科学院等研究院所的13个科学家 以及是澳洲、美国、西班牙等外国的科学家 都说无法重复韩春雨的实验 更加有人质疑韩春雨涉嫌学术造假 雜誌社在论文刊登半年后展开调查 同样都说实验无法重复 面对外界指控 韩春雨认为是其他机构的实验被污染 并且坚持不会公开重复一次实验 就是有一些媒体一直逼着我 用一个360水晶摄像头 然后你这么着给这个表演一遍 这个是非常可笑的 科学刊物不会认同这些的 事件扭让超过一年 何北科技大学发表声明 华为了确保科学研究严谨性 韩春雨和论文的共同作者决定主动撤稿 学校也会安排第三方实验室再做一次实验 向公众交代 今天的中国新闻先讲到这里 好的 谢谢 转太一点财经消息 英良银行议息之后一如预期位置 再有社阵 回来报道 湾仔会展举行历离最大规模的水墨画展览 一起回来欣赏一下 回来最后一节新闻 西贡公路发生四车箱撞 有17人受伤 涉事的 世界女排大奖赛总决赛 美国两年败出局 今天早上都挺大雨 而且整天都天阴 接近周末天气展望是怎样呢 是啊 来欧文 今天在中午前见过一下阳光之外 由我们的高清摄影机拍到 维港依然多云 所以气温都维持在30度左右 雷达图上面见到 清晨时份有密集雨区 由西向东横过香港 多区录到超过50毫米的雨量 而市区更加录到超过70毫米 而雨布图上面见到 短期内 环南沿岸一带 依然有一定雨势 西南气流会在明天 继续为环南沿岸带来骤雨 而中央气象台也继续发布 暴雨黄色雨景 今天内地的主要雨区 集中在东北三省 受到低压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 在雨布图上面见到 未来24小时 辽宁、吉林和克隆江会有局部地区大暴雨 预计雨量有100至180毫米 预测大致多云 偶中有朝雨 明天早有几阵雷暴 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 气温介乎27至32度 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 到周末和下星期初 漸转天晴酷热 预测听上午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 介乎低至中的水平 预测最高纸外线指数是7 强度属于高 天气先说到这里 交回给你,洛玉文 好,而今晚的7点半新闻亦都报道完 再会